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兩場部落戰的精彩進攻 第一場我們先來看一下是由阿明他所帶來的12本三星進攻 這個陣型大家在部落戰有沒有碰過呢 我們來看一下阿明他是怎麼樣處理的 他用的部隊配置是雷龍球 他先在靠近12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一隻雷龍 旁邊有先用法師來幫忙清邊 在這一側只有這座箭塔是對控的威脅 那這隻雷龍應該是可以完全無視他的 在靠近9點的這一側 他則是先下出了氣球兵後面跟上了寶寶龍 氣球解決掉9點的這座箭塔之後 這隻寶寶龍就可以慢慢的清掉非常多的建築物 在寶寶龍的旁邊現在也下出了蠻王來一起清邊 幫忙加快清邊的速度 這個騎手的前戲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這樣子他從9點到12點的這一整個面 就幾乎可以全部都清得非常的乾淨了 現在還把對方的蠻王給解決掉 然後工程車是從大約10點跟11點的中間下出來 這隻雷龍也準備要死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他的清邊任務已經達成了 接著從工程車後面下出來的女王跟老頭 好像都沒有要跟著工程車走進去的意思 不過這個影響不大 因為工程車裡面裝著的是武神 他們的目標是要解決對方的大本營 還有對方的大雕 工程車的血量現在還蠻高的 看起來是足以打破這面白牆 進到對方大本營的這一格 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現在下車的武神配合狂暴法術 瞬間就秒掉了對方的大本營 然後再走出來打雕大雕 他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接下來在對方的龍球援軍頭上丟了一關毒藥 不過這關毒藥看起來沒有辦法順利的解決對方的龍球援軍 活下來的龍還有球 先來飛到靠近8點的這一側來 找上我們的老頭跟蠻王了 阿民的進攻節奏也沒有停下來 現在從6點到8點的這面下出了雷龍部隊 然後在8點外側下出了幾顆氣球 在面對對方的龍球援軍的地方下了一關狂暴法術 希望雷龍可以趕快解決掉他們 但是雷龍的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對方的這隻火龍對著我們的老頭噴了兩口之後 老頭就已經殘血了 所以在這邊是被迫開了老頭的無敵技能 保護我們的老頭可以順利的存活下來 接下來我們的雷龍部隊 就要繼續的一路往3點鐘的方向推進了 沿路會碰到對方的防空火箭 還有對方的女王 但是阿民的手上還剩下蠻多的冰凍法術 還有一罐狂暴 所以應該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阿民不但是有先用冰凍法術動住對方的防空火箭 也有從側邊點放了幾顆氣球部隊 來幫忙打掉比較靠近外圍的防禦建築物 避免我們的雷龍部隊會整批往外側繞出去 在面對女王的時候下了一罐狂暴法術 讓雷龍部隊可以快速的解決掉它 然後在對方的最後一座防空火箭上下了一罐冰凍法術 我們的雷龍部隊連鎖傷害 就直接將對方的最後這座防空火箭給拆掉了 從三點的外側下出一隻寶寶龍來 一起幫忙收尾 最後手上是扣下了三罐冰凍法術 就完成了這場12本的雷龍球三星進攻 非常的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面對的是幾乎一樣的陣型 那打鬼他使用的部隊配置是天女礦工 他一公帶了三罐狂暴還有三罐補血 他在靠近三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天女 後面跟上了老頭 然後在四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寶寶龍 準備要幫天女斷邊 但是在這邊冒出來了兩座電塔 所以寶寶龍只是非常勉強的打掉了一座電塔而已 現在工程車下出來開牆進去 將對方的兩隻大龍引出來 在這邊下一罐毒藥法術先減緩一下對方大龍的攻擊速度 讓後面跟上來的天女可以有時間處理掉對方的援軍 我們的工程車上面放著的是藍胖部隊 如果沒有把這兩隻火龍援軍處理掉的話 很有可能我們的藍胖部隊是會被秒掉的 現在藍胖下車下了一罐狂暴法術 這個時候天使換手跑去幫我們的藍胖補血 哇這個補血真的是太棒了 讓我們的藍胖可以繼續幫忙多拆掉很多的建築物 在靠近三點外側這邊有一座法師塔是遺留下來 那打鬼也是非常的細心下了一隻礦工把它挖掉 接著我們的礦工路線看起來就應該非常的明確了 打鬼在靠近六點的地方下出了蠻王準備要幫礦工來斷邊 蠻王後面還跟上了法師還扛住了對方大雕的攻擊 接著我們的礦工部隊就會從大約四五點的地方下出來 準備要讓他們順時針的一路繞到靠近十二點鐘的這個位置 這場進攻到目前為止是進行的非常的順利 我們的三隻英雄全部都存活下來而且技能都還沒有使用 蠻王還繼續在幫我們的部隊扛住對方大雕的攻擊 在這邊老頭是殘血所以先開了無敵技能 讓我們的部隊繼續往九點鐘的方向推進 而最好笑的是我們好像沒有發現什麼時機是可以丟法術的 三罐補血法術都還在手上 但是看起來對方的大雕好像沒有打到我們的礦工部隊啊 礦工部隊剩下來的血量並沒有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補血法術也一直沒有使用 我看到這邊實在是忍不住笑了出來 怎麼會找不到法術的使用時機啊 而且我們的蠻王血量也太厚了吧 扛住對方的大雕攻擊都已經不知道幾次了竟然還沒有被打死 現在有一小批的礦工部隊走到了陣型中間去 將對方的大雕給拆掉了 然後剩下來的所有部隊後面還跟著天使 要準備一路往十二點鐘的方向前進 在這邊打鬼終於準備要丟法術了 他決定要先丟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部隊快速的推進靠近十二點的這個位置 然後手上還剩下三罐補血法術 來拆掉對方所有剩下來的這些建築物 應該是沒問題的 在靠近法師塔的位置丟下了第一罐補血法術 還同時將我們的蠻王血量拉回來一點 接著會再面對到對方的一座炸彈塔 在這邊是丟下了第二罐補血法術 我們頑強的蠻王現在是殘血 而且還沒有被打到 他還可以繼續的再幫忙拆掉外側的建築物 真是太好笑了 最後終於被這座電塔給打死了 但是我們剩下來的礦工部隊非常的多 對方只剩下這個大本營了 這個可憐的五星級大本營 最後應該會連自爆的機會都沒有 就被我們拆掉拿下三星了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兩場部落戰進攻 那兩場的陣型幾乎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也有面對到類似的陣型的話 可以當作參考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九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 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喔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拍照